对于现在的修机速度 大家觉得快了还是不够快 关于修机速度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求生者嫌还不够快 而监管者则嫌太快了 那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首选我们来先了解下游戏机制 舞台电击4名求生者1名监管 每局游戏必须修开舞台电击后 大门才会通电 而求生者则需要跑3名以上才能赢 反之淘汰3名以上监管才能赢 在这个规则下 其实是公平的 那么再回到游戏 正常的开局基本都是 一人牵制三人修机 在监管和求生者不失误的情况下 第一个人上椅子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三台机子 那么此时的情况就变成了 一人再以一人营救两人修机 接着继续在双方没有失误的情况下 上椅的人被成功地压满一救和二救 最后在大门通电的时候 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一人飞天大门通电 另一种则是四人开门站 所以到了这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 整个局势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 其实更多的是围绕着求生者 而设置的 以至于在正常的局 胜率可能会更加的偏向求生者 至少在目前的版本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修机的速度而言 其实无论是求生者还是监管者 都是合理的 至少在双方都没有什么失误的情况下 整个局势达到了一个保评的节奏 只不过这个趋势 更加的倾向求生者一点 所以可以理解为 求生者有51%平局率 而监管者只有49%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监管就没有机会了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容错率的问题 而这个所谓的容错率更多的是针对个人的失误 尤其是求生者的失误 简单的理解就是 监管者抓人抓得快 求生者倒地倒得快 那么局势自然就会慢慢地偏向监管者 但这并不是百分百的 要知道这是一个偏向求生者的游戏 对于孤军奋战的监管者而言 面对着四黑求生者阵营 更多的是依赖个人的技术和经验 打求生者一个措手不及 否则机会就还是非常的渺茫的 所以大家会发现 当你觉得修机太快或者不够快的时候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的对局的情况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求生者一般都是有人秒到 或者直接被打崩盘了 就好比现在这局一样 囚徒这样也算是秒到 求生者还压蛮久 那么这局对于监管而言肯定是平局起步 此时的求生者就会觉得修机速度不够快 但如果监管者追人上头 或者压根就抓不到人 就会出现监管者觉得修机太快情况 所以归咎到底这不是修机速度的问题 而是个人技术的问题 哪一方更强 那么胜利女神则就偏向那一边 因此大家还是好好地练好自己的技术吧 修机速度经过二十几个赛季的迭代 其实已经没什么可以优化的了 你说对吧